檢獲的證物包括公司文件、支票簿、手提電話和電腦等等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說 詐騙集團2018-2019年開始A公司 推出實物黃金條租任 先安排事主買金條 每條大約30萬港元 間公司說會幫客人保管金條 並且租借給上市公司 申請會保證回報和每個月派息 租約期滿之後可以退回本金給客人 但有客人最終拿不到保證回報和本金 金條也拿不回 間公司也在年初結業 事主才發現受騙 他答應你每年有6.6%至7.5%一定回報 其實這是高回報的投資計劃 始終大家要小心 一聽到高回報、低風險的計劃 警方說大約20人受騙 主要是內地人 介乎32至65歲 合共買了279公斤金條 有人被騙高達2200萬 調查都發現有164公斤的金條 未經事主同意 轉售給另一間公司套現 所賺的錢隨即傳入A公司的戶口 警方星期二抓了三男三女 是涉案公司的管理層和職員 至於涉及哪間上市公司 警方說不便透露 警方說這種投資騙案 接隔很多人和文件 要再追查資產的去向 看看還有沒有人得益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有線電視記者劉浩亭報導